还是有这么一个厚生家庭 我们说了寄生寄养 这种非亲生没有血缘的 我们遇到了 就要接受 那来到这儿就是一家人 虽然可能很多想法不一样 那亲生的也有不好的 那这个很多原因 有可能你累生 欠下的 有可能上面有考验你的 还有一些意外特殊的情况 总之都要面对 而且对这种应该是额外的照顾 因为他们本来就 血爱 而且有这种阴影在 世俗的这种 这种普通人的这种 想法 跟外界的一些言论 就难免 至少你要当上妻生 然后 这个人啊 他丧母 然后继母呢 对他不好 还在父亲面前 煽风点火 这就叫小人 那更严重 一家里面呢 还都不见低头见 生活在一起 甚至吹枕边风 那干嘛 如果放在古代 人的智慧开窍一点 心胸豁达一点 可能不太会听 那现在就不行 这种小人 你要如果是 就是不把你当回事 你在皇帝面前 他要十分谨慎 想做这种事 他是有很大的目的性 动静会被杀头的 甚至竹子 挤足的 所以说 看了吧 有些东西 他的利弊 即使这样 中国千年以来 小人当道还是很多 这个至少乱毒 那他这个父亲呢 就没有听进去 耳根的软 不开窍 以至于让他也丧失父安 很可怜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妈妈说 想吃鱼 在天寒地冻的时候 大冬天 那孩子 还是去 有人可能说他傻 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那种情况 而且他可能真的是 出于赤子之心 至少他是善的 可能这种方法 不见得特别好 但是有可能 他真的很没办法 他在这个家很难 他就去 趴在冰面上 把衣服脱下来 因为本来就冷了 冰上更冷 就求这个鲤鱼啊 想办法捞啊 那肯定是不容易的 没有 今天冻地 这个冻的地 有冻 鲤鱼跳上了 拿回去给妈妈吃 那故事没有结果 从这个跳上来来说 也是感动了 田地 至少都要帮他 不然他还在这冻着不回去 我们再多说两句 这个举孝莲 这个人后来当了大官 孝 这个在汉朝的时候 跟莲他是两个 连结 连政 孝 这些人 就会被地方推举为 人才 他不一定有才能 但是至少他这个人是好 术可以学 道 心 不正的话 那你本领越大越麻烦 所以 孝的人 往往他 这个心 都是 赤子忠 忠贞之心 当官 也出不了大问题 我们不能展开 时间太多